我们今天健康保险大家谈专访的是 国民健康署的署长王英伟王署长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 是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到10点 那个时候假设您刚好不在电视机前面的话 我们同一个时段也会在YouTube同时播出 所以你拿着你的手机 一样可以观看我们完整的精彩节目 好 那我们回来刚刚在讨论的 您刚刚提了儿童 青少年 当然他们会慢慢长大 很多疾病在小孩子的时候被发现了 治疗了 但是后面因为还有很多的环境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所以我想成年人到后来的中老年人 国健署应该也做了非常多的预防保险 实际上所谓的生命周期里面 它每一个阶段跟我们的健康都很有关系 那我们在成年的时候大概大家最常出现的场所 就是工作场所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健康促进的工作场所 或者建筑的一个职场 那我们也跟劳动部有很多的互动 那包括说有些鼓励比赛 看职场里面是不是真的提供我们员工 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 包括说身体心理压力的部分 那这个实际上是很多的职场已经开始进行 但是有部分我们应该更努力 包括说这比较小的职场 实际上一些50人以下 或是没有固定雇主的 他们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劳动的大众 怎么样去让他更健康 这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当成年人以后到职场以后 慢慢年纪大了以后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老年人口 从去年的4月已经达到百分之14 现在已经百分之14.9 快要到百分之15 再过几年 五个里面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 那这个老人人口 也是一个未来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议题 老人说老人的健康处境 什么时候开始预防 从小孩子都开始预防 在美国 他们从一些事故车祸以后的小朋友 他们做解剖以后 发现在小孩子的血管硬化就开始了 他们现在看电视 饮食的习惯都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应该更早期 从儿童到成年 这个时候就开始预防 老年人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他的功能很重要 虽然他的能力 我以前100公尺跑15秒 现在五分钟都走不完 可是不重要 我可以走到隔壁去换门子 那个才是重要 所以怎么去让我们老人家的功能 会做得更好 好 那经过署长介绍 我想刚刚我第一个单元开场的那个问题 您应该找到答案了 那我们一般民众接触到最多的 其实是癌症筛检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 当然医疗院所非常清楚 这个癌症筛检是国健署在负责的业务 可是一般的民众如果到医院去看诊的时候 很多人都同时被要求说 或者问说 你做过什么筛检了没有 所以其实很多民众以为 癌症筛检是健保 就是很直觉就觉得 既然是医院要我做的 那就是健保 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等一下这个单元可以来谈一谈的 那我想请教署长就是说 贵署做了几项的这个癌症筛检 这可能很重要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国人 因为癌症死亡的人数真的非常的多 以去年来讲48000人 这就占到我们整个死亡人数的28%了 所以平均来讲 我们大概每5.5个申雇的人就一位 他的原因是因为癌症 那贵署定了这个几个癌症的筛检 这个标准怎么定呢 比方说年龄 为什么是设定那个年龄 还有哪一些是可以免费筛检的 世界卑生组织是有三个癌症筛检是很重要 台湾是四个 那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个子宫颈癌的筛检 然后另外一个是大肠癌 再过来是口腔癌 那再过来是乳癌 这四个是我们做一个筛检 那为什么定出来 最重要是他的发生的年龄 还有他的所谓的一个实际的研究 如果那个时候发现的时候 他是可以治疗的 有些实际上他发展很快 当你今天做完检查 我不可能每个三个月做一次 那那个时间很短的时候 这种筛检就不是很建议 或以那个子宫颈癌来讲好了 你今天我们希望是可以开始做筛检 那如果一段时间以后呢 过了没有筛检到 可是他过了两年三年以后 他可能还在原胃癌的部分 治疗的成果都还是很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是符合筛检的一个条件 所以筛检有几个 比较需要的符合的条件 一个是他的发生率 他可以治疗 他的那个对民众的影响很大 这几个都是我们在考量的因素 是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 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他们就会关心 比方说女性 为什么乳癌筛检 免费的只到69岁 那这个是表示 69岁以上的女性 得乳癌基率比较低 那还是说得了就不要治疗 那以大肠癌来讲是75岁 对不对 那有人就讲说 那75岁就不可以再做 这个免税的筛检 是同样的原因吗 是因为75岁的不太会得大肠癌了 还是说不值得 实际上如果你看那个发生率 癌症的发生率一直增加 可是到65岁以上 慢慢慢慢减少 实际上年纪大的 那个死亡率比较高的 包括是心血管疾病 中风这个部分 那之前如果按照我们的固定的时间去检查 再发生这种癌症的机会就比较少 不可能绝对没有 我想全世界都没有一个是绝对的事情 可是一般所发生率来讲 它是减少得很低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量说 要不要做这个部分 当然是如果他说 我交了一些保险 一些外面的保险 愿意帮这个付是可以做的 不是说不能做 可是以一个政府来讲 我们从一个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 发生率最高 最有效率的检查 我们要做那个检查 是 所以在那个年龄之前 如果按部就班做 应该到那个年龄算是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可是全世界没有绝对的 没有绝对的 那SSI已经做了9年了 如果您回顾这些年来 这个四大SSI的执行 不管从民众的这个 接受筛检的比例 或者说从筛检以后的发生率来看 有看到具体的绩效了吗 其实像我们每年 大概差不多500万人 做这个癌症的筛检 那癌前病变呢 大概有5万个可以发现 大概有1万个是癌症 可以被发现到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 因为这癌前病变 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 就是当我们筛检做的越多的时候 反而我们在大厂来的发生率 就慢慢减少 有人说奇怪 你筛检跟它的发生率 应该是不一样 因为当我们发现 在癌前病变 我们做了一些处置 像那个大厂食肉 切除以后都不会被癌症 所以我们也看得到 这个大厂癌慢慢下降 因为它的癌前病变被发现 是 这个是从发生率 或者是早期发现来看 可是我们也看到 这个十大癌症死因来看的话 比方说像乳癌 比方说像大厂癌 它仍旧都是在前几名 比方说大厂癌是在前第二名 乳癌在第四名 就是死亡人数最多的 所以如果从死亡人数来看 跟癌症来看的话 怎么样去说明说 这个癌症确实发挥了它的效果 所以所有的结果都看到是 如果来筛检 基本上来讲 它都会早期发现 它有筛检的那个群 跟没有筛检的那群人来讲 我们看到有筛检的人 它被发现这个乳癌或大厂癌 都是比较早期的 如果没有筛检的 被发现的时候都比较晚期 这个实际上很多的争据精神线 那比较晚期 当然是使用的治疗也好 费用也好 都是比较 而且预后也比较差 那最近这一两年来 我想我们台湾有几个 突然间变得很有名的 这个恶性癌症 当然因为有一些名人的效应在 比方说像胰臟癌 死到癌 因为媒体一直报导 那很多人就会去想 那国健署为了这一类型的癌症 有没有做了什么 介入健康管理的工作 那个有性癌症是像死到癌 疑障癌 它都是可能跟抽烟 喝酒都有相关性 这个是最早 最前端的预防 可是筛检来讲 它的效果就比较不好 因为第一个 它的症状发展有时候很快 不是不明显 有时候你不可能 它需要做的检查的那个工具 比如说需要用到所谓的那个MRI 所谓的核磁公证 那这实际上不见得那么的普遍 那发生率呢 像胰胀癌 它发生也没有像其他癌症那么高 所以你不可能每一个人 没事就去做那个定期 做那个MRI 所谓的核磁公证 所以这些实际上是 这癌症是不适合做筛检的一个工具 可是应该做早期的预防 那筛检只是发现癌症的工具之一 那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 那比方说我们再看像肺癌肝癌 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在我们国人的 这个前一大前两大前三大的 这个死亡人数最多的排名 那也不在我们要做的 那个癌症筛检的项目里面 所以就比方说像这一类型的癌症 国建署做了其他什么样 采取什么其他的工具 来帮助民众预防或者走去发现 台湾如果以肝癌来讲好了 这很多跟B型跟C型肝炎有关 所以一旦它自己有B型或C型肝炎 我们健保署有一套 所谓的追踪管理的定期 就是超音波抽血的检查 这个已经在那个范围里面 我们知道说B型肝炎实际上 在当兵的时候 入学的时候都有在做筛检 那我们现在对所谓的 那个B型肝的筛检 我们是从45岁开始 那我们会考虑这个年龄上 不过今年我们就把原住民的年龄 提到都40岁 那我们筛检以后 如果有B型肝的一个阳性 它必须要定期做超音波检查 抽血的检查 那这个实际上是对发生肝癌的部分 可以做一些早期的发现 那现在来讲 从前年大概上个礼拜 李所长也提到说 吸肝的治疗的方式 因为我们最近几年 因为发现吸肝是可以根治的 那个药物虽然是药物很贵 那可是它基本上完成这个治疗的时候 吸肝就是没有出现 它变成那肝癌的机会就减少 那我们也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研究报告 就是我们很多年前开始做那个BC肝的小孩子出生 都打预防针 我们看到儿童的肝癌都是降低了 这个是第一个是预防针可以减少肝癌症发生的部分 那我们今年也做了那个HPV 所谓的人类乳图病毒的那个疫苗 那基本上它也是可以做预防子宫颈癌的部分 所以有些所谓的预防是可以用疫苗的注射来去做预防 那刚刚另外提到一个最近比较夯的肺癌的部分 那也是很多的争论 而且因为台湾的肺癌好像是肺性癌比较多 然后好像没有抽烟的履性比较多 这个实际上是东南亚好像都是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跟遗传比较有相关 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跟抽烟有关系 虽然是出现相对来讲比较多 可是很多的肺癌是跟抽烟有关 所以现在我们所谓的在美国来讲 他们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报告 对比较重度抽烟的人 他就可以做所谓的那个核子宫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摄影 那这个是有一些说可以帮助早期发现 好 那我们刚刚谈了非常多的癌症 那其实癌症筛检在推动过程当中 也有一些民众是抗拒的 比方说有些民众说我不检查就没事了 反正我不知道就没事了 那我们休息会要回来请教王署长 确实是不检查不知道就没事吗 或者说如果我早期发现真的是只有百利 而没有遗憾吗 休息会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